相较于常见的花隔 黄隔体积较大 且鲜味浓郁 不过制作葛大哥口中 这道特殊的美食 首先出厂的却并不是黄隔 咱们要做什么菜 为什么还准备了丝瓜和五花肉呢 这是一道跟朋友聚会经常吃的菜 第一步把这个丝瓜去下皮 我能试试吗 可以啊 因为我在家特别喜欢吃丝瓜 丝瓜 五花肉 炖汤 真的是一绝的一道菜 可以了 咱们先把这个丝瓜盖开刀 切成什么样呢 滚刀块 去皮后的丝瓜切成滚刀块 这样可以更大程度增加 丝瓜内壤暴露出的面积 大量海绵质地的内壤暴露出来 使得滋味更容易渗入丝瓜之中 做黄隔为什么要放五花肉呢 因为黄隔本身就比较鲜美 然后它缺少的味道是一个香 然后五花肉呢 不仅能够给这个这道菜增香 而且呢 然后还可以给这道菜增加一些元素进去 煮好的肉馅打入鸡蛋 加入盐鱼五香粉调味 料酒去除腥味 反复搅拌直至上劲儿 这样调制肉馅的方法 让我们熟悉而又疑惑 辛苦挖到的黄隔仍未出场 这精心制作的肉馅与黄隔 会烹饪出怎样的美食呢 黄隔要怎么来处理呢 黄隔需要给它烫一下 让它把嘴张开 其实我还挺期待这个黄隔 和五花肉的这种碰撞 而在高温之下 黄隔的外壳张开 两片带有弧度的外壳 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腔体 为酿菜提供了天然的空间 调制好的肉馅与水和淀粉混合 刚好能够嵌入黄隔之中 看到这么有意思的制作场景 味道调查员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我现在试一个抹上生粉 然后怎么办 让第二步这个手 蘸点水 拿上馅 好 然后酿到黄隔里面 然后再抹一下 手再蘸一下水 再蘸一下 给它封口 好 完整的一个酿黄隔出来了 酿肉制作完毕 还需要最后的准备 才可以下锅 葛大哥用高汤 蚝油 鲍鱼汁 与各种调味料熬煮成酱汁 这会为酿肉带来最终的滋味 看 我们已经完成了 早上我们挖的 现在我们也就把它塞进去 开始做吧 对 来 开始做 先放油 对 这道菜的名字 沙包葛酿肉 边葱头 已经有香味了 闻到了吧 把它铺到下面 对 然后丝瓜 放丝瓜 要把它铺得均匀吗 对 这个稍微均匀一点 铺均匀呢 是为了上面更好的码的框果 好香啊 这肉都还没熟呢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热气蒸汤中 多种食材的滋味 在沙包中相互融合 成年花雕酒的加入 不仅带走了猪肉中的土腥味 更为酿肉带来了一丝酒香 八分钟很快过去 到了该出锅的时刻 上菜了 这可是我们俩 忙了一天的劳动成果 感觉怎么样 太香了 赶紧动筷子呀 我都配合我自己 为什么能研究出 这么好吃的菜来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我做的 眼前的这片海滩 见证了葛大哥 与朋友们的童年回忆 美味的黄格 仿佛将他们带回了童年时光 如今 其中一个朋友即将离开这里 前往南方发展 葛大哥拿起锅铲 制作了这样一道 充满回忆的美味 宋别即将奔赴他乡的老友 家乡的滋味存留舌尖 而他们的友谊 早已融化在新田